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月后 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 对塞尔维亚宣战 英 法 俄等强国纷纷卷入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一战爆发后 远在东方的日本蠢蠢欲动 日本人盯上了德国在中国的租界地青岛 由于德国深陷欧洲战场 无暇顾及远东 因此日本在英国的支持下 迫不及待的队的宣战 试图趁火打劫拿下青岛 10月31日 日本调集4.5万精锐部队 出动60多艘军舰 在英军的配合下 对青岛德军发起了进攻 由于驻扎在青岛的德国远东舰队主力已经提前撤退 留守青岛的只有3000多德国正规军和部分临时武装起来的德国侨民 即使加上撤到青岛的少量奥匈帝国军队也不过大约5000人 不过 尽管日英联军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但日英联军进攻青岛打得并不轻松 因为德国人的抵抗非常顽强 让日英联军在青岛损失惨重 由于战事僵持不下 为了对付德军 日本连压相抵的重炮和飞机都搬了出来 不过即使如此 数万日英军队用了一周多的时间 才迫使弹金粮绝的德国守军投降 一场战争打下来 英军伤亡近200人 日军伤亡1000余人 有一艘军舰被击沉 四艘军舰遭到重创 德澳方面 也有大约700人的伤亡 其中战死209人 被扶4000多人 这场仗把日本打得胆战心惊 德军投降后 日本人将德国俘虏进行收容 并在11月中旬将德军战俘陆续送往本土的12个战俘营收押 后来增加到16个 德国战俘在日本受到了特殊的照顾 过着让人羡慕的战俘生活 作为第一次参加列强游戏的新玩家 为了捞取足够的国际 声誉 日本人严格按照海牙公约 对待德国战俘 对德国战俘关爱有加 可以说做足了姿态 他们为德国人提供了设施齐全 条件舒适的战俘营 里面不仅有酒吧 有球场 还有浴室 食堂里有鱼有肉 有西点 还有葡萄酒 德国战俘比日本人吃的都好 德国战俘平时不仅不需要劳意 还能按照日本陆军的标准领工资 其实开始日本是打算比赵海军的待遇 给德国人发工资 但由于财力不足 所以只能退而求几次 按照待遇低一些的陆军标准法 白吃白喝还能拿工资 德国战俘真的不是一般的幸福啊 由于日本人发薪水 德国人又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所以就在战俘营内 或者附近进行消费 他们三五成群的出去购买香烟 酒水 咖啡等各种消费品 还有的竟然跑去外面泡油 1918年2月 三名德国军官公然跑到市区大摇大摆的广窑子 让当地的战俘管理当局非常无奈 德国人哪里像战俘 过得比日本人都好 德国战俘在日本的优厚待遇 甚至引起了盟友英国人的不满 但日本人仍然我行我素 根本不理会英国人的想法 一战结束后 德国人开始陆续地返回德国 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活了六年的日本 参考资料 青岛围城日记 一战时 1914青岛的陷落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